为什么有的人穿麻衬衣 邋里邋遢像乞丐 但是有的人穿呢 就可以穿出优雅感 松弛感 因为长得帅 太好 夏季里男士必备的单品 亚麻衬衣 我们这一期会从 亚麻衬衣的挑选搭配 以及打理三个维度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视频 有趣有用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说到麻纤维 它分为两大类 先教大家认一个字 祝这个字念祝 祝麻 它要粗糙一些 一般来说 它是不会用在 我们的服装面料上的 更多的 它会用在我们的 居家的软装饰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窗帘 或者我们的沙发 它的纹理感会较弱一些 光泽感也是一般的 滥用度 透气性 硬度都不错 第二类就是亚麻 亚麻更加的柔软 舒适 我们一般把亚麻 用在服饰上 特别是我们贴身的一些礼物 透气性很好 气湿性很好 光泽性 纹理感 跟它的高级柔和 亚麻的产地 主要集中在 法国 英国 中国 比利时 俄罗斯 还有荷兰 法国的亚麻的产量 是剩下所有国家的总和 还要多得多得多 其中最好的亚麻产地 叫做 新欧亚麻袋 全球顶级亚麻 有三种认证 比利时亚麻认证 爱尔兰亚麻协会 欧洲亚麻大师 我们为什么要分享 那么多亚麻的面料知识呢 因为有了这些知识以后的话 能帮助我们选到更好的面料 优质的服务 标签上面 它会注明某些机构认证 现在我们就有请库孝先生 来给到大家几个挑选亚麻衬衣的经验 有请 掌声在哪里 因为亚麻的特性就是锤绿很好 比较休闲 没有太多的弹性 所以说担心就很重要 千万不要去选择 紧身的精神小火类型 名大 物小 宽松一点 穿出这种松弛感来 第二点 除了古巴领 我们尽量去选择高领座的衬衣 高领座是什么意思 而领座就是这一段 这个位置就叫领座 领座越高 势必它的这个领面 就会越宽一点 麻衬衣已经是够休闲了 所以说我们不想把这个衬衣穿得过于的慵懒 衬衣的领座大于小 高于低 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领子一大了以后的话 我会这一块的这种 量感 对 体量感更大一些 更加的有气场 正式到休闲 由硬到软 我们的领子的硬度是不一样的 亚麻衬衣一般都选的比较软一点 会显得更加的飘逸一些 骚气一些 当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领形的时候 你就去买一种button down 这里系扣子 既可以系起来显得比较正式一些 可以把领子给解开 显得比较的随意一些 像我的这件衬衣就是那种典型的button down 第三点 在选择亚麻长袖衬衣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选择法式袖口的衬衣 老公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法式袖口 这就是法式袖 更加的要复杂一些 袖口要更宽 所以我们穿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要用袖扣来扣 我们穿亚麻衬衣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的是意识选修法 法式袖的话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颜色上 以我的喜好与经验来说 亚麻衬衣尽量不要去选择纯黑色的亚麻衬衣 亚麻多出现在夏季 夏季的话还是以这种彩色系进行来穿搭 黑色显得很正式 亚麻的话它本来天性就是比较偏休闲的 比如像抹车肩 所有的服饰买回来以后 其实它都是半成品 只有上身搭配好以后 它才是一个完整体 如何把一件麻衬衣演绎的好 是相当重要的 有难度的 是需要花心思的 当我们夏季穿亚麻衬衣的时候 一般就只有两种搭配方法 第一种就像我今天这样搭配短裤 第二种长裤 对穿短裤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把衬衣晒到裤子里边拉 一定不要穿的 轴腹整网咧 像我今天穿的是亚麻衬衣配的短裤 实际上是很宽松的 如果亚麻衬衣穿得过于的紧绷了以后的话 比较逼则感 不好意思 我们的话筒没有电了 只有哪个三话筒 亚麻衬衣配短裤的时候 一定不要扣得一板一眼的 我们要把亚麻衬衣的轻松 舒适 慵懒 飘逸 潇洒 演绎的要淋漓进去 我一般就系中间的三颗扣子 解开两颗 下摆的最后一个扣子 我觉得也没必要把它扣起来 在海边如果你对你的身材比较自信 可以继续往下截扣子 敞开 敞开又有点过分了 挺好的 什么样类型的短裤 长度 裤型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就不要选择胃裤型的短裤了 尽量选择质地稍微硬一点 有质感一点 裤长应该是在膝盖左右 尽量在膝盖上 裤口不要那么的肥大 今天穿的短裤 就不是那种很肥大的一个大口袋 裤长也是像Chris说的那样子 可能在我的膝盖上面5到10公分 然后我的腰带的话就是 和我的这个好像皮鞋的话 是相对应的 因为男士的衣服不是那么的花翘 所以它在一些小细节 你看它的扣子 用的这个缝线的颜色 和其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 提升了你整个穿越的品味 推荐一种类型的短裤 百目大短裤 绝佳半领 那长裤的这个搭配上面又有什么说法呢 搭配长裤的话 我们的正式感会略强一点 建议大家把亚马层衣 竖到我们的裤子里 别穿一件圆领T恤 内搭的这个T恤的颜色的选择 最好还是白色的 当我们内搭白T恤的时候 可以建议大家 把我们的衬衣的扣子多解开来一些 这让我们的穿衣服更有层次感 袖口的话多玩起来 一直卷到我们的大臂的位置 更有这个男子膝盖一些 它的一个打理的问题 麻蹭衣易皱 待会儿酷笑也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高效地去运看我们一件麻蹭衣 运所有的蹭衣的方法都是差不多 首先你肯定是要有一个 用起来比较顺手的运动 好滋润 从我觉得这个蹭衣最重要的地方开始运起 前肩以及我们的领子是很重要 不要反复这样来回去运它 一次性要运好 朝着一个方向去运汤 对于我来说的话 下摆没有那么重要 差不多就可以了 领子的部位 我是要着重去运汤它 运领子上 可能有99.9%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诀窍 这个是领子的背后 我们就把背后朝上 这样不会把我们的领面给运坏 慢慢地把它给推平 这两个脚一定要加强 背面上没关系的 每件衬衣背面都不会做到完全的平整 折过来以后 好这个时候关键点来了 很多朋友在运衣服的时候会把这个位置去把它给压死 这样去运 千万不要这样子运 衬衣领子只运它的中部 这个地方的弧度 千万不要给它压成死折了 领子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有个自然的一个弧度 我拿我这件运好的衬友衬衣解释吧 我们判断一件衬衣高不高级 好不好 这个地方的弧度是很重要的 这个位置如果你看它还压得很死的 就证明这个衬衣 首先它肯定不是一件手工衬衣 第二点的话就证明这个人没有掌握到这件衬衣的一个精髓 我们胡椒这件衣服打开可以看一下 扣子系上以后 这个位置的话是有个空间的 有个弧度的 就很漂亮很自然 实际上是说个体外话 我觉得不论是麻衬衣还是什么衬衣 哪怕是一件T恤 其实我们出门之前都需要晕它 这个是我跟裤校穿衣的一个习惯 内裤都要晕它 这个倒不是 我们夏季的麻衬衣需要每日一换 需要及时的清洗 要不然的话我们的汉字会把我们的麻衬衣 特别是在领子这个部位染黄了 提醒我们的男性朋友 一定要每天换洗 女生找男朋友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条件 就是会去看这个男生是否爱干净 最好能够去手洗 如果积洗的话 我们深色的亚麻衬衣会洗得旧旧的 颜色会变得比较暗沉 蓝衬衣都是亚麻制底的 透露一次来用积洗的 看起来的话就会旧很多 我们的麻制衬衣在新洗完以后 务必记得甩干 要不然在晾晒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串色的现象 亚麻制品怕曝晒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阴干 你们还对哪个单品感兴趣 请跟我们留言 谢谢